很不幸的 我们的过去这个盟友 我们过去的盟友 今天这个回教党 今天他的长老理事会 决定 决定接纳 他们党代表大会的一决案 要跟我们断绝 其实这个是在我们意料之中 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 早在我们意料之中 我们也一早就跟他宣布了 要断就断 我们一刀两断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有大家的给我们的委托 2008年让我们做政府 2013年再次肯定 给我们做政府 我们那时候也跟他们签了 我们跟公正党 跟回教党一起签了什么东西 签了我们共同的宣言 里面没有回教国 没有回教刑事法 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 这个是一个立场问题 所以回教党今天誓言 今天不能够遵守他当初的诺言 我们唯有接受这个事实 跟他们一刀两断 没有后悔这回事 因为我们必须要坚持一个原则 我们马来西亚的宪法 是一个世俗国的宪法 马来西亚的宪法 没有一条 说我们马来西亚可以成为回教国 可以接受回教刑事法 里面一条都没有 关于回教的 我们只是 我们的宪法 我们都尊重 自从1957年来 我们就尊重 回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宗教 是我们国家的宗教 但是其他的宗教 同样享有宗教自由 没有回教国的条文 没有回教刑事法的条文 这个是原则问题 我们捍卫到底 坚持到底 不能够放松 我们也回教党很多机会了 we have given enough opportunity for pass no hudo no Islamic law this is the principle that DAP upholds this is our inception in 1966 no compromise on Islamic state no compromise on hudo law 所以其实我们一定要支持 我们必须要支持行动党的这个决定 我们不能够再跟他们纠缠下去 这些人如果他要走回旧路 他不知道马来西亚人民的期望 不了解我们人民的要求 我们只有让他自己自我沉沦 我们不能够接受 到今天我们行动党 我们1966年成立以来 都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立场 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可以接受他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接受回教党跟我们在一起 为了就是要把我们共同的敌人国阵打倒 但是回教党中途辩解 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了 我们不能够接受任何形式的回教法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 所以今天回教党 如果他还不了解事实 我们只有让他接受教训 回教党我们过去我们对他容忍 我们08年之后 为了大家的委托 我们给回教党很大的容忍 什么容忍 在2008年我们一起做政府的时候 回教党赢的中一系没有超过十系 只有八系 我们行动党我们有十三系 我们的公正党也有十五系加起来 我们三十六系 我们都超过十三系 只有回教党八系而已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行政议会里面 我们一样给他三个 我们三个行政议员 他三个 公正党四个 我们行动党的中一系 在2008年 我们有十三系 他只有八系 我们都让他一样有三个行政议员 但是你知道吗 2013年大选之后 当回教党 获得更多华人支持 获得马来臣支持 他的一系 从八系增加到十三系的时候 他跟我们一样的时候 而且我们还比他多 我们有十五系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说 我们行动党 比起人家政党 我们十五系 明年的协定 给行动党十五个 做一系 我们赢完十五个 赢了一百八千 应该 轮到我们四个行政议员 但是回教党不认账 他只有八个的时候 我们一样给他三个 到了他增加十三个 我们十五个 他竟然要四个 你说这样的回教党 我们忍住 当时忍住 为了大家给我们的信心 为了大家给我们支持 我们有十五个 我们行政员才三个 让给他四个 但是他怎样的嘴脸呢 在2018年 他只有八系 我们有十三系 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分配方面 都尽可能分配到三党 每个三分之一 甚至在马来甘邦 我们给他的马来村长的信位 比公正党还要多 当时他就八系 我们都把他当作是平等的伙伴 但是当他增加到十三系 十四系的时候呢 他翻脸不认人 这口气 我忍到今天 才跟大家 再不中讲 所以大家要给我们支持 要干掉回教党 忘恩负义 我从来没有骂回教党这样中的 在行动党里面 可能我是跟回教党 最亲近的其中一个 领袖 但是今天我要给下这个重话 太过分了 回教党太过分了 这是忘恩负义 我们不能容忍 所以今天我说出来 要让他们知道 当我们在 Karlit的事件 去年 当时Karlit 给公正党开除 给公正党开除 Karlit把行动党的行政议员 包括我开除掉 把公正党的行政员开除掉 他没有开除 回教党 我们叫回教党辞职 他坚持不肯辞职 这个就是背弃忘义的做法 所以今天这笔账 我们也要跟回教党拿回来 太过分了 这样的伙伴 有这样的伙伴 我们不需要敌人的 我们不需要敌人 太多 当他们只有八次 我们给他们 差不多 所有其他次都同 但当 第十次增加 从八到三 他们想取得 全部 当我们 在新的周大臣上任之后 我们跟他 谈了 既然 我们是支持 支持这个明年的政府的 我们也在证明了 在明年最辛苦的时候 我们跟公正党在一起 我们做好 我们的行政业没有增加 副议长 一样要给我们 我们有一张了 副议长应该给我们 因为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保护我们的政府 但是呢 回教党 连副议长都不放过 大小要通斥 这个是非常过分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出来 今天我要讲出来 不讲的话呢 今天我会吐血 我忍了很久了 所以大家 知道吗 跟回教党 如果今天 今天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解脱 他这样的方式 对我们解脱 既然 他不珍惜我们的支持 我们就不需要支持他 08年回教党 回教党中 创党以来 在雪兰俄州 成绩从来都不好的 他最好的时候 在1999年 剩四个 从此以后 就没了剩一个 他只剩四个 后来输一个 如果不是华一选票 印一选票给他支持 08年 他不可能有八克 如果不是有更多的华人 支持他 更多的印度人 支持他 更多的马来人 支持他 他不可能 可以赢到13星 但是呢 赢了之后呢 他翻脸 不认人 不认账 所以他既然不认账 我们这笔账 下一届大选 我们跟他一起算 一起清算 拿回我们的尊严